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0305生团16进8的一个淘汰赛 换两方是钓鱼道 再两方是紫禁城又大客 双方都是选择了一个大汤神明的女儿国标 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赛前无可怕 双方有什么五宝零四宝一的 却可能就咱们观众而言的观赏机会有所不足吧 还不错啊 切进来都是国标 而且鱼道这边拿到了一把大客 英镇大客龙镇10% 对面一把剧钱扔出来 斩掉观众方大唐但是没有小死亡 整体的速度的话是在对面啊 就是大唐女儿的速度人家都拿了 观众方仅仅是因为人家是龙三位 拿了一把法西的速度 有速度的话 哪怕观众方有大客 对面还是有的周选了 这两个福气也是上个月的冠亚军 对面的冠军和观众方的亚军 没想到这一连比赛 十六进八就相遇了 神门出发轻食 但是被控啊 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紫禁城的话 这个月肯定是 在实力方面是有点减弱的 赵山和他们四个老板 什么风采啊 赵山和四个老板走了 你说没影响 那也是自欺欺人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只不过由于这种风扫啊 风扫这种顶级大老板的存在 没有伤筋动骨 没有伤筋动骨啊 但也得脱层皮 也得脱层皮 肯定不如上个月条 指挥方面的话 现在也是变成了 波罗的一言堂了啊 就波罗现在是唯一的指挥 说一不二了 上个月还有人间呢 这个月人间去了镇宝阁了 所以指挥啊 以及装备硬件宝宝各方面啊 都是有所影响吧 对南方神木林出发 青史场上再出个地厅 看看能不能用地厅搞个事情 对南方由于被观点方打克 所以他得主动求电杀 观点方起风 那对面看来也不点了 用青史清一清宝宝吧 这把风灵火山 还是有东西的 两千再飞宝宝 神木 把这海子清掉 鬼魂的 好吧 第二下打的话 省死四千了 五千三幸亏没都打到一个人身上啊 这都打到一个人身上 只把一个人就直接就干废了 花生死跟大塔把这伤害给分摊了 不然的话打到宝宝身上 还有可能要再清掉一个宝宝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两个人分摊了还凑合 月下迷伤 花生死赶紧活 那观点方式可以反电了 可以反电 黄泉之西继续抓速度 暂时的话 观点方女儿村已经是有移速了 当然对两方得看对面 给你啥时候补这个宝宝出来 补了宝宝以后 可能移速还是在对面 女儿触犯侵蚀 触发完了暂时有移速 然后下这个回合 再把女儿村这个疯宝宝给解掉 下个回合就可以触宝宝 陆基金身防点杀 效力层刀 这就会和羽岛和对面 打太极呢 各张魔豆腐 双方就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都在等 但又不知道在等什么 攒攒陵园吧 现在陵园不好攒 女儿村有真的话 很多时候就打给地府的嘛 你被点杀了以后 女儿村要打给地府的 不让地府去延长 大唐要聚剑的 地府要延长的 所以说 这陵园是真的不够用 有点不太够用 尤其是出了地厅以后 你发现没法加这泥了 这不会分配了 对面大唐出发青蛇 这个队两方选择点杀 观众方后排神木 小索王观众方是选择点杀 对两方的大唐 对面有无理系速度 可以先出手 底下留铁宝库 底下留铁宝库 没有小索王呀 那观众方也压 对面大唐 直接空气了 这个差别就有点大了 虽然双方可能 这个输出都保不住 但是你就没小死 差别可太大 嗯 嗯 空气声色 回口气牵 一把延长再扔出去 啊 地厅换出来 再拿地厅来牵着一下吧 看一下 能不能 搞个人头出来 嗯 观众方也换地厅了 陆金新生也结束了 其实对战方可以选择点杀 观众方大唐或者是神木 但现在场上有地厅 我感觉双方怎么着 也得防下地厅吧 班文侠给地府 哎 我不管你伤害怎么样 你最起码不能给我挂小索 那就可以了 大唐倒地也不怕 神木倒地也不怕啊 只要没有小藏就行 观众方阎罗令 阎罗令是防啥的 逆金也不至于啊 因为对面大唐也快站起来了 也不是防逆金 嗯 杀一次 稍微懵了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稍微懵了一下 射魂的话也是法宝 也不是技能 把地厅清掉 啊 你看对面五个回合 防逆金啊 也快啊 可能是防逆金 那观众方地厅 那观众方有地厅 你说对那方怎么逆金啊 这不开玩笑吗 双方都没管地厅 两个地厅都顺利的哈出去了 而且观众方第一时间也是把这个地厅换完了 换出来 换走了啊 观众方大唐倒地 但对面地厅抖起来了以后 也是没有能挂出这个小死亡 嗯 又是奇差一招 嗯 又差一招 别抖了 冷静一下 对面缺三个宝宝 观众方大唐能站起来 马上二十四回合 观众方大唐是有一个三点零元的巨剑的 对战方是没有的 嗯 对战方之前是用过一点零元巨剑的 黄泉之西继续抢速度 对面有不难回速 本身开场移速就是在人家对战方的手里 语导音阵阴阵女儿抢不过对面的速度 啊 多少的女儿是第一女儿孙嘛 各种以前珍宝格的速度冰师啊 也都运到了这个女儿孙的身上 所以说嘿嘿 那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啊 速度人家确实快 再加上瑜导本身 他喜欢给女儿孙走一个比较稳妥的路线 加点啊 以抗性为主 速度为否 紧随其后啊 观众方这边又换了一个地厅 对面手刷很赞 直接把这地厅抓掉 此心歇走 化生死有者没有什么问题 罗汉在干 现在都有三点灵源 观众方有三点灵源巨强 地府手里 这边也是有一点灵源 在延长队大方地府 是两点灵源 这就看谁点的好 好 这一波队大方想用巨剑 来杀观众方的神木 两千四 对面这个善恶拍过来 那谁拉大头啊 这没人拉大头 怎么巨剑 对面刚才的三号位宝宝 被观众方给清雕了 没人去拉大头 没人去拉他的大头 没人拉大头的话 那巨剑没人出来 那这一波 对战风的点杀 又是以失败告终 又失败了 晚生死活 不过对战风向的状态 好歹是恢复过来 但紧随其后 关众方又要点你了 神木林 有一个火焰散 看看 有这么一个户队 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 三千四有点难 因为还有枪牌的宝宝 不太好保 这个人 还有三个避雷 没伤害 二百多 得善恶 避雷是真不行 恶爆 成功的将神木林 再次压倒 对面好不容易 都恢复过来了 现在神木又嘎掉了 紧随其后 关众方神木林 出发行驶 那大头休息的情况下 关众方这个神木 最好也是去亲一亲宝宝吧 去亲一亲宝宝 没有过多的一个选择 而对战方 女儿村继续给地府打针 防止关众方的延长 国标是真非凌远 太非凌远 一下 小猪 神幼 山河花圈 变成了小猪 大唐又触发行驶了 神木又触发行驶 我感觉对面化生死 都有点 即被发凉了 这两个行驶 太吓人了 砸钱 万一对面起护盾了 所以关众方这边 提前砸了个钱 看一首小死亡 有相似韩针 小死亡挂中了 有相似韩针 小死亡挂中了 5200 7000罗 最后一下 8000罗 直接把女儿给空切了 有大客 这个底气就是不一样了 这小猪 先清掉一个五号位 差点把小猪给带走了 小猪神幼了 小猪再一次神幼了 神幼猪 神猪 一把五魂给大桃 花生死赶紧回口 没了女儿村子 怎么打呀 没了女儿村 对面女儿 她是一速的 没了这个女儿村 观众方更似不忌惮了 你没法牵制 观众方的点啥的呀 你少了一个风险 那差别很大的 再笑 再加上 观众方大桃 手握一把巨剑 你这个 这个事 小死亡点大桃 但小嫪没挂中 对面也是一把小嫪 来点观众方大桃 小嫪挂中了 巨剑 斩过去 对面 大桃直接 斩掉了 那对面 点不死观众方大桃呢 你光靠一个神木 点杀一个 接近满血的大桃 是有点不太现实的 再加上对面 前排宝宝 没伤害 小猪是避雷 小猪是避雷 不行的 放一把 罗汉 观众方 换地厅 三点里面 两点里面 三点里面 大桃的巨剑 用过了 马上三上回合 又有一把巨剑 女儿村 可以加战尼 分开用一用吧 万一一会儿 被对面点杀了 你这三点里面的战尽 有点可以的 那可以啊 混蛋黄一把战尼 给地厅加上 剁结精神 再保一下 再来一把金轻 关照万象 杀猪 来猪哥 第三次神诱了 对面一号位神诱 好 对两方诸葛 再神诱 这诸葛厉害啊 诸葛厉害 诸葛 威武霸气 那匹把这个地厅 处理掉 有杜劫 观众方大桃 触发 侵蚀 这回很优能点 对面 虽然省得多 但观众方 青史出的也不少啊 所以 这个运气吧 就是个这样 你来我往的 很正常 很正常 小死亡 这波 观众方 赶点化身似了 胆子大了 对面给大桃卡了 一个五龙丹 这应该不是宁静吧 应该只是单纯的 想防一手小死亡 直接打出163 宝贝一个 化身似倒地 化身似倒地 虽然小死亡没中 但暂时话是说 那是化身似呀 那可是化身似 你直接给人家空切吧 就一个很少 打出163了 那你说化身似 退拿还是不退拿 关键是 现在女儿村这边 还有三回合的小死亡 对面如果拉起化身似 下个回合 直接就把女儿村的小死亡 吸走啊 你想想一个残血的化身 吸走了一个小死亡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对面还是比较危险 看看要不要及时 拉起化身 或者是 如果他拉起化身的话 必须第一时间推拿 必须第一时间推拿 没那么多时间考虑啊 说哎 我一会怎么救女儿村 一会怎么拯救自己 打发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你就考虑拯救自己 就紧了 刚好 拉起化身 能磁心吸走 对面没拉化身似 可能是五号未拉的 对面没拉化身似 大唐中了一个大索 无自禁给到对面的地府 继续赌一赌 对面大唐也很有危险啊 一把巨剑 斩大唐 众无魂了 单抽六千 大唐 大死亡倒地 这就很尴尬了 对面 还是 提前拉起了化身 提前拉起化身 以后化身似 要把这个小唐吸走的呀 先给自己来一手推拿 果断推拿 不磨叽 那这样的话 女儿村的上线 谁给挡回呀 紧随其后 观众方大唐又出发 进尸了 我都感觉 顺手就把 对面化身似 又给他飞掉了 对面化身似 根本扛不住 观众方一个横扫 无自禁 给化身似 不让你起指 化身似也没有人心 无间地狱开起来 三千 四千六 九千三千一道 对面化身似 二次被击杀 你想想 这个化身似 推拿也推了 自己人心也没有 然后又被点死 感觉换地厅吧 三点零元 大唐没有零元 沈牧这边四点零元 化身似 还有三点 换地厅 直接清场了呀 这 哎呀 我这大课之下 确实自信爆棚 本身遇到 这个大唐伤害 平时大家都见过 是出血的高 今天 又把对面 昨天就空切了 曲伏的化身似 还是空切 昨天还空切了 剩下的化身似 今天又把 紫金神的化身 四点空枪 都是克制啊 都是拿到的 正法的克制 除了 打生日是小克 打 徐甫跟紫金神 都是大克 那对面 神木触发 金神 对象 可以想办法 反点一个 观众 的神 最好是神 因为清场的话 法系要比 大唐 更快一些 对面现在只能这么 扑啊 拼命的扑一扑 小死亡 再点对面 大唐 观众 大唐 有速度 对面 也是点 观众 大唐 观众 大唐 选择了出地厅 哎呀 被剑射 飞了 这个地厅 一手地厅 白给 青石 再走 观众 大唐 对面 终于完成了 一波点杀 不过是拿 对面 大唐 的命换 谁让观众 大唐 忙着 出地厅 去了 然后这个地厅 还没留下来 让你剑射 给剑射 飞了 没化身 没法打 索性 现在观众 缺个大唐 对面 稍微还能 扛一扛 看扛不了 多久 啊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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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 用 对战方在 丑机会想点一手神木里 但确实伤害不够了 你没侵蚀点不死人 可能关战方又触发侵蚀 然后大唐现在可以站起来 对面也触发侵蚀 但关战方是有一个法系的速度的 这个神木差点被堵死 冠昆彤 但是关战方四号位宝宝 大家看到四号位有一个极其残血的宝宝 帮着神木扛的伤害了 那关战方神木还活下来 一切都是巧合 一切都是巧合 小死亡再点对战方的神木 荒阳术拉起化身色 来陈土阵 先把对面神木给退了 毕竟他龙三位 他速度慢嘛 那对面拉起化身色 拉起化身色干啥 当然是吸走大唐的小死亡 然后被关战方再点了 来一波完美的配合 来一波完美的斜肩 斜肩 斜肩 贤解 哎呦 好难啊 对面吸走了大唐的小死 然后 我佛慈悲 拉起大唐 关战方一把巨剑 对面化身色没了 那比赛可不就结束了 这个配合的不错了 双方 打了一波流畅的 配合 这种配合 我只在火影里边见 化身色 刚战起了 为队伍直接倒地 女儿当面偷酒 然后被东特技 也啥也干不了呀 你说让他干啥 让他慈航 让他金青 金青没啥人啊 慈航 用自己的命 去换一个大唐的命 关键是他还没医术 哎不对啊 关键人家有医术啊 关战风风特戒了 对面出宝宝了 他最后出宝宝了 他发现 没啥用啊 拯救不了世界了啊 化身色优美了 化身色再也没啥用 因为化身色 是没人心的一个化身色 刚才给自己退打过的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 点关注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个赞 哎呀 也是恭喜掉到 完成上个月 武山谈的复仇 但是付了一半 毕竟人家那是决赛 拿到冠军党 你这是十六进八 你只能说你复仇了 但是只付了一半 那也是恭喜一道 顺利进入八强 希望你的对手是真帽格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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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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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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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